快樂愛臺灣 沙淫相有愛 唱快樂的電台 沙淫相有愛 唱快樂的電台 快樂臺灣 政策武漢 快樂臉部旺 各位條同朋友 發哥今天要講的 《昭和的怪物》 這本書呢 台北的遠足文化出版社出版 陳馨惠所歡迎的 日本的民歷史學家 寶板正康的書 這本書呢 在日本是非常風行的一本書 那麼發哥要講到 《十元婉兒將軍》 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 東條英姬呢 這個戰喚的對手 《十元婉兒將軍》 如果你不知道他的故事 你到日本去 現在很紅的很多的動畫 很多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小說 或者電視劇 都在拍到《十元婉兒》 如果你不知道他的故事 你就看不懂 為什麼日本人這麼風行 《十元婉兒》的動畫 他畫成動畫 電視裡面演他的故事 或者電視劇演他的故事 或者是書 一大堆都寫他的故事 《十元婉兒》將軍呢 就相當於西特勒底下的 農美爾將軍 雖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打敗了 但是像《十元婉兒》這種將軍呢 都是亞洲少見的偉大的軍人 他的特殊在哪裡 在日本人的看法裡面 他有兩個東西 是日本在昭和時代的軍人裡面 將軍裡面所沒有的 第一個呢 《十元婉兒》是在日本戰後以後 真正的把他一生的故事呢 寫了八大本書呢 在日本的出版社出版 《老風行一時》 一個將軍還可以自己親筆寫八本書 把他一生的 這個經過他的戰爭的思想 想法 還有他受到挫折的過程寫下來 第二個呢 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昭和的這些所謂眾多將軍裡面 他是唯一能夠把戰爭的思想 戰略的思想 和整個歷史觀結合起來 談事情的一個將軍 連美國人的將軍 像麥克什這些呢 都對他尊敬得不得了 那麼《十元婉兒》這本書呢 其實他開始寫這本文章 這本文章這本書裡面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這本文章開始寫呢 他是從他戰後開始寫起 也就是說呢 當日本戰敗 日本昭和天皇呢 在收音機裡面廣播 台灣人撈一波的人都知道 這叫玉陰廣播 所謂的玉陰傳送啊 就是說日本天皇 昭和天皇 當時沒有電視嘛 就前一天就講好了 所有的新聞都登了 明天天皇在中午幾點鐘 十點鐘 早上幾點鐘的時候 幾分的時候打開收音機 你就會聽到天皇的重要談話 所有台灣人啊 台灣的日本軍人 還有全世界 住在各地方的軍人 把收音機打開 或者是把他們的電報打開 他們就聽到了 昭和天皇宣布日本 無條件投降的波音 從那一刻開始 日本的軍隊呢 就只有乖乖地遵守天皇的命令 把武器放下 那麼這裡描寫說呢 當昭和天皇宣布日本戰敗的時候呢 十元婉兒呢 剛好在三行線的賀岡市的一個廟裡面 他為什麼在這裡 因為戰爭還沒有結束以前 十元婉兒已經被東條英姬他們這些將軍呢 對他不順眼的將軍呢 硬把他逼迫讓他退休了 十元婉兒是東條英姬的死對頭 從頭到尾就不對盤了 所以呢 東條英姬呢 一方面剛開始的時候也是忌諱他 因為十元婉兒在軍中的位階名聲很頭 支持他的很多啦 所以不敢一下子把他解職 是先把他調到九州去 從九州再把他調到滿洲去 東北去 中國的滿洲去 然後調回來還是這麼高拐 就把他調成預備役 就是專門在指導後備軍人 然後呢 就讓他的職權把他解除了 總之他從軍中被逼著退下來 因為和東條英姬互相對幹到底的原因 據他的幕僚後來的記載呢 當他在這個賀岡市的一個廟裡面 聽到昭和天皇 對全日本的軍人和人民宣布 無條件投降的時候呢 十元婉兒身邊的這些幕僚秘書這些軍人啊 有些嚎啕大哭呢 有些呢六神無阻了 只有十元婉兒坐在廟裡面 閉著眼睛呢 很平靜的一段時間 在默默的開口說呢 他說呢 即使現在日本戰敗了 東亞的道義呢 還是不會消失的 他說 事實上從現在開始呢 我們更應該發揮 正正日本東亞的精神呢 大家一點都不需要氣餒 這個反而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 世界上多的是後來居上的事情 有沒有聽清楚 日本戰敗了不值得氣餒 終究日本啊 要知道這世界上啊 會有很多後來居上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人家在戰敗的那一天 大家都也山崩堤 國歌完蛋啦 民家說 國歌也這樣啊 戰敗了 但是那個他就很有信心 日本人你不用揮心啊 因為戰敗了才能夠重新建立一個新國家 才能夠後來居上 後來的歷史不是證明 日本在經濟上重新站起來 變成世界的強國嗎 也就只有這個 從這句話你就看出來 十元婉兒 看世界的局勢是看得這麼樣的深遠啊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事情 十元婉兒 關於十元婉兒很有名的事情是什麼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當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審判啊 戰犯嘛 但是十元婉兒 這麼重要的一個將軍 原來在二次世界大戰前 他是這麼樣重要的一個軍人 但是呢 在審判他的時候 軍事審判的時候 你知道 日本戰敗以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以後 以吉田茂首相為主的一些政治家 向美國爭取啊 GHQ的佔領軍爭取說呢 審判戰喚是我們日本國內的自己事情啊 我們戰敗了 我們會對戰爭應該負起責任的人做審判 然後交給美國呢 讓你們去批示 讓你們去理解 那麼希望美國佔領當局的盟軍呢 尊重日本的國家的面子啊 審判由我們自己審判 我們會審判我們的戰喚 但是麥克斯和盟軍總部呢 斷然拒絕啊 當然中國也拒絕 蘇聯也拒絕 這些戰喚就是要聯盟國 聯盟國來審判戰喚啊 最後是在事實上 等於美國就是最大的戰勝國了 在美國的主導之下呢 組織了東京審判的法庭啊 把1111整個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犯的錯誤的戰喚啊 在東京審判裡面做審判啊 大家都知道 東京審判之前 當然東條英姬是首席戰犯啊 但是很奇怪的 在中國的戰犯裡面啊 像鋼村寧次啊 這些中國支那派全軍的總司令 在東京審判裡面是沒有罪的 沒有被審判啊 為什麼 發歌上次講過白團的故事啊 蔣介石自己在南京法庭這個朝廷啊 看審判的這個東西啊 結果把這個日本的戰喚 譬如說鋼村寧次啊 譬如說內蒙的總司令啊 跟本博啊這些中將啊 蔣介石把幾十個這個應該 審判為重要戰喚 二十四年代的侵略中國的戰喚 通通判無罪 然後呢 從南京呢 由美國的軍艦把他載回日本去 共產黨招到沒了 你蔣介石怎麼可以把這個主要戰喚 鋼村寧次判無罪呢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蔣介石和鋼村寧次講好了 我現在最大的敵人就是共產黨啊 我可以免除你那個 戰喚審判讓你無罪 但是請你組織一個將軍團來幫助我蔣介石 打垮共產黨就是因為這樣的條件交換 竟然帶領的日本軍隊的關東軍 和這個整個支那派遣軍的總司令 這些總司令通通判無罪 這個到今天啊 公國共產黨反過來通襲蔣介石 是首席戰喚的原因啊 那麼十元婉然很奇怪的是 在美軍的美國軍隊的為主導的審判團裡面啊 把他判 沒有把他起訴啦 就是說連判罪的機會都沒有 他只當著什麼呢 只當著證人啊 去作證啊 結果所有的美國的法官團 日本的法官團 蘇聯的法官團 中國組的法官團 就是整個戰喚審判團啊 在審判他的時候 十元婉很大聲地講說 為什麼我不是戰喚 人家都是害怕自己被宣判為戰判 都要躲說我不是戰喚啊 我沒有罪行啊 只是有十元婉要講的 你們開玩笑為什麼我不是戰喚 蛤 促成滿洲國的人是我主導的 發動918事變是我發動的 是我計劃發動的 我是滿洲國成立的最重要的計劃的人 我為什麼不是戰喚啊 我為什麼只是證人啊 這個一份啊 這個日本的法官啊 馬上告訴他說 你今天是來做證人的 有官是不是戰喚 不是你的事情啊 這是我們有開過會 有商量過資料以後的事情 這個事情跟你無官啊 你不要講那個無官痛癢的話 這個話講出來以後 因為那個東京審判朝廷裡面 是全國的記者都在那邊看啊 全世界有名的報社記者都在那裡啊 包括Time雜誌 紐約時報這些啊 啊日本有一個將軍 竟然對法官 對那個聯席法官 美國法官 日本法官 俄聯法官 抗議說呢 你們為什麼沒有把我列為戰喚 這個沒有這樣的人吧 所以呢 他從那個 啊 政人席下來的時候 所有美國的紐約時報 所有的報紙 所有歐洲媒體都去訪問他啊 啊大家都 都是避開躲著說呢 啊不要當戰喚 為什麼 這樣就是一直躲避自己的責任 都替自己在辯護 為什麼你說呢 你申請要變戰喚 啊什麼原因 十元網 滔滔而講 什麼 我當然是戰喚啊 沒有 我不會有滿足國啊 這是我策劃的啊 我的思想 我指導的啊 我是整個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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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事變的策劃人啊 我為什麼不是戰喚呢 然後接著再講啊 現在這個審判是一場鬧劇啊 啊在講這句話啊 這個紐約時報都這個嚇了一大跳 因為主導審判的是美國啊 GHQ佔領軍啊 他說你追這句話什麼意思 為什麼說這個東奸審判是鬧劇 你不知道你審判的這批日本的這些軍 這些軍華這些人 東條印記這邊 他們只配當狗嗎 全世界花那麼多錢來演一場戲在審判一群狗 這有什麼意義 人家就在問他說 你為什麼說他們是狗 他們連軍人都不配 他說他們連軍人都不配 他們這批人的人格呢 只配當狗 他們在戰爭的時候呢 只是接受命令 想要追求權利 抓到權利以後 隨便發動戰爭的人 他哪裡是人呢 他們是一群狗嘛 接著說 美國你現在是戰勝國 全世界最尊敬的戰勝國 你是強國 那你何必呢 你戰勝了 何必花一大筆的錢 來審判一群狗呢 你將來這個國家要變成世界的典範 作為一個強國 你竟然用的權力去審判一群 不值得審判的狗呢 你們趕快回去吧 將來這個世界上 會留下你美國一個此路的印記 你用你戰勝國的威力 來審判一群狗 這群狗日本人審判就可以了 日本人 整個美國記者 嚇了一大跳 第二天報紙 反而是那些日本其道的戰壞 沒新聞 反而是十元網而是頭牌 一板頭底 他說美國審判一群狗 是沒有意義的 戰勝國這樣子是不光榮的 這個記者 就是說 全世界哪有這種人 在審判 希特勒審判這些希特勒底下 沒有死的將領的時候 他們也都竭力在說他們沒罪 全世界只有這個 叫十元網而的將軍說 他有罪你為什麼不審判我 在說你美國審判這個有什麼意思 發行聯合國大家 所有國家的錢來做一個審判狗的秀 有什麼意思 對美國是一張恥路 然後美國的記者再問他一句話 我沒問過這個軍法審判系統說 為什麼你沒有被列為審判 暫喚審判 因為你在日本從頭到尾 你就是反對東條英機的 你審判 你從頭到尾就是反對太平洋戰爭 你從頭到尾就是反對對中國發動戰爭 因為你這些紀錄 你使得被東條英機排擊被關 被廢掉軍職位 你是因為這樣才沒有被列入暫喚審判 那個記者問他說 你從頭到尾全日本人都知道 你和東條英機是對立的兩面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你到底是什麼理念 到底是什麼原因和東條英機 作為一個對手 敵人互相對立的一輩子呢 你知道十元婉兒怎麼回答嗎 這個回答也是世界有名的 他回答了很妙很妙很妙的一句話 一段話 這段話在日本的動畫 和拍電視劇的時候 當他回答這句話的時候 是所有電視劇的人 日本的觀眾所有的人 印象最深刻的一段緩集 也最能夠代表十元婉兒這個將軍 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來 後面講話 我們來看